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资产规模数千亿元人民币的平安信托 从去年开始就屡屡传出产品违约的消息 4月8号网络上面传出了多张照片 跟相关的消息 显示投资人在平安信托的深圳总部外面聚集维权 要求要对付爆雷的产品 但是最后却遭到特警的镇压 两天之后平安信托发出声明致歉表示 受到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的影响 近期平安信托福宁615号信托计划宣布延期 综合媒体报道 平安信托10号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指出 受到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的影响 近期平安信托福宁615号信托计划宣布延期 对于这次给客户带来的困扰 公司深表前一 声明当中表示目前平安信托正通过持续跟进标的项目开发销售 跟资金回笼的情况 对回购义务人郑荣方提出诉讼 推进信托计划持有的标的股权的转让推出等方式 来积极的推进项目组织 而目前公司整体的业绩稳健经营状况良好 根据中正报报道 上述信托计划程序信托规模约为7.7亿元人民币 以股权投资的方式 投资了阵容地产位于厦门的一处地产项目 该标的项目目前销售不佳 导致信托计划的对付延期 不过此前4月8号 网络上面就传出了多张照片跟相关的消息 显示投资人在平安信托的深圳总部外面来聚集维权 要求要对付爆雷的产品 综合媒体报道照片显示 大批民众聚焦在一个城市的小广场上面来维权 周边有穿制服的公安警戒 后续的照片则显示 大批中共公安道场 据着警察取证 警察执法尽请配合等蓝色的警示标语 包围维权人士 疑似开始暴力清场 根据多名道过现场或者是知情的网民爆料 到深圳福田区平安金融中心维权的投资人 涉及到平安信托多个爆雷产品 起初还有平安信托的高管出面 声称将会尽快地解决资金兑付 但是这种口头承诺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最后当局就出动了特警 平安信托是中国的资管巨头 在2022年年度业绩报告当中 平安信托自称2022年的信托资产规模 增加到5520.06亿元人民币 但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 最有投资人向深圳市当局发送信息函说 平安银行总共有37只信托产品未能兑付 涉及到3891名投资人 涉及到的金额高达102.83亿元 这37只信托产品当中 包括了多个平安信托产品 未兑付的资金达到数十亿元 其中包括了上面提到的平安信托 详远230号的集合资金 众所瞩目的马锡二会 在10号下午4点钟 与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 央视新闻快讯指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号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 据了解会见的地点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 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是习近平去年3月开启他中国国家主席 第三任期之后 首位正式会见的台湾代表人物 同时这也是两人时隔9年之后 再次的面对面 受到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 根据央视新闻下午4点02分 发布的快讯内容指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0号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人 这当中并未提到马英九的头衔 而关于马锡二会的采访 中国方面昨天已经发出通知 采访的记者必须要在下午2点45分 到人民大会堂的北门集合 并且管制严谨 严令到场记者不可以直播 没收手机等通讯设备 并要求要结束之后才能够发稿 与此同时 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 将在4月下旬展开电脑兵推 7月下旬进行士兵演习 为了要因应中共灰色地带战术的威胁 台湾军方今年也将验证新版的接战规定 并且加强战略的沟通 以争取国际盟军的支持 美国之音报导 台湾国防部坐济市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董济新表示 这一次的军演 指挥体系将会下达新版的接战规定 来培养指挥官跟部队 在面对到武装冲突威胁时的决策跟应对能力 他说7月的士兵演习期间 也将会下达接战规定小卡给单兵 进一步地来验证 台湾国防部去年修订 并且颁布的新版的长设接战规定 纳入了各种新型突发状况跟应处的规定 来因应中共的新型态威胁 包括了军机频繁穿越台海中线 军舰逼近台湾24海里的临海林街区 或者是以无人机来骚扰离岛的金门或者是马祖等等 分析人士表示 随着中国近年来屡屡对台时实灰色地带的冲突 台湾早于2017年颁布的接战规定已经过时 没有办法应对当前的威胁 不过去年已经修订了更新版的接战规定 赋予第一线官兵开火的许可权 对此台湾弹枪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助理教授林宥又认为 台湾军方有必要通过今年的汉光演习 来演练各级指挥官 如果遇到灰色地带冲突时 应该要如何的依据新版接战规定来进行反制 并且归纳出新版的不足之处 加以补强 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 所长苏子云也说到 旧版的接战规定制定时 中共军机军舰绕台人为常态化 当时要求前线官兵未收到命令不可以动武 但是新版的接战规定 可能会给予第一线官兵判断的空间 在自我防卫的前提之下 允许开火反击 换句话说 新版会更强调授权 以往要跟上级通报是否可以开火 请求准许开火 但是这样可能会来不及应对中共的这种威胁的改变 所以现在可能会下放开火权力 苏子云强调 开火应该是台湾最后的手段 另外根据新版接战规定的逻辑 装备跟同僚安全也应该要受到同样的重视 也就是说 台湾官兵不一定得先挨打才能够反击 中国还仅近期多次在第二托马斯礁 中国称为仁爱礁的附近 与菲律宾补给船发生对峙 对此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开表示 非常地担心中国的侵略性行为 而菲律宾民众也对中国的作为感到愤怒 马尼拉示威民众9号走上街头 践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肖像 谴责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的侵略 但是与此同时 前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却公开地揭露了 菲律宾跟中国之间有关仁爱礁的一项协定 引发外界的关注 发广报道 中国还仅近期多次在仁爱礁附近 跟菲律宾补给船发生对峙 上个月一艘中国船只侧着撞向一艘比较小的菲律宾船只 导致几名菲律宾海员受伤 另外两艘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击碎了飞方船只的挡风玻璃 对此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表示 他非常地担忧第二托马斯交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且重复地强调 他非常非常担心事态的发展 他指控中国的这些行动是危险的、非法的 他们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他也担心中国的下一步是什么 中方会在那个区域走多远 相较于美国的担忧 菲律宾人民对于中国的所作所为则是愤怒不已 中央社报道 马尼拉民众9号走上街头抗议 游行前往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 高喊着中国离开 还有人指责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人民的侵略 示威过程当中 民众更一度地践踏习近平的肖像 谴责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的侵略 示威活动领袖之一的巴拉丁默表示 这次的游行旨在呼吁中国撤出西菲律宾海 拆除其非法的建筑 并且承认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的裁决 同时停止骚扰菲律宾渔民跟菲律宾的补给任务 中非南海争议不休 前菲律宾总统杜特蒂也来火山加油 新头科报道 杜特蒂日前公开揭露了 菲律宾跟中国之间有关人爱交的一项协定 该协定允许向搁浅在人爱交的船只运送食物跟水 但是不允许运送建筑材料 这个宣誓引发了菲律宾国防部长的担忧 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声明 呼吁菲律宾民众不要讨论这件事 一般来说新政府上台之后 会对前任的政策进行调整 但是杜特蒂的揭露引发了争议 因为他跟中国的政策是经过双方协定的 杜特蒂的揭露 让青梅的小马克思政府处于尴尬的境地 并且引发了对君子写定的讨论 退休后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睽違五年之后再度的发出长文 来分享对公司改革创新 以及未来前景的思考 综合媒体引述澎湃新闻的报道 最新在阿里内网发表一篇题为 致改革致创新的贴文 高度的肯定现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蔡崇信 以及首席执行官吴永明组成的新管理层的变革勇气 更表示阿里巴巴已经重回到健康成长的轨道 并支持继续改革 马云在文中表示 新管理层直面问题直面未来 相信年轻人 对年轻团队充分的授权 对于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 做出了果断清晰的取舍 不仅是突破昨日固化的战略 更是打造未来的阿里 针对行业的未来 马云判断 三五年的时间跨度 对于网络领域来说 犹如一个世纪之久 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AI时代刚刚到来 一切才刚开始 我们正当其实 马云在文中认为 过去这一年来 阿里最核心的变化 并不是去追赶KPI 而是认清自己 重回到客户价值的轨道 通过向大公司并开刀 阿里重新回归效率之上 市场之上 变得简单也更敏捷了 根据阿里内部人士表示 马云在这篇贴文当中 落款花名风轻扬 比调坚定乐观 认为他这些年 虽然不在具体的管理岗位上 但是作为创始人 他总是会在公司发展 关键时刻站出来 给员工解惑股进 而马云此文一发 10号早盘 阿里巴巴就高开了1.1% 更是一度上涨到3.6% 今年1月 中国驻美使馆突然重提 去年底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机场 被盘查跟遣返的旧事 并且发出强烈的谴责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 8号再透过了答记者问表示 近期中国公民入出境 美国受滋扰的事件越演越烈 甚至受邀做友好访问的中国公务人员 也会被无端的滋扰跟盘查 美方的做法远远超出了正常执法的范围 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严重的侵犯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 严重的干扰中美正常人员来往 严重的违背中美元受关于加强 跟便利两国人文交流的共识 中方强烈的不满 坚决的反对 发言人指称 根据不完全统计 2021年7月到现在 遭到美方无端滋扰盘查遣返的中国公民 将近300人之多 其中持有合法有效材料文件的留学生 超过了70人 去年12月 一名中国赴美访学人员 在多勒斯国际机场入境 遭到执法人员在小黑屋对齐进行了三轮 长达10个小时的盘查 包括质问他是否是中共党员的问题 并且检查手机 电脑等随身的电子设备 最后被注销签证 并且永久地禁止入境美国 今年2月 另外一位赴美访学的人员 在旧金山入境时被扣押22个小时 最后被注销签证 遣返回国 并且禁止五年之内入境美国 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 法案人强调 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决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对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遭受非法粗暴对待都不能够容忍 中国驻美国使馆以及有关总领馆已经向美国国务院 白宫国安会 国土安全部 以及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多个部门来提出交涉 对于此类案件 中方坚持发声一起交涉一起 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为止 并且敦促美方停止打这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幌子 来滋扰来美中国公民 停止毒化两国关系的民意环境 停止阻碍两国人民友好的交流 早前美国对话中国的成员 关瑶受访时表示 中国通过千人计划 收买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 另一方面派出敏感学科的中国留学生 到美国进入大学跟科研机构 来窃取知识产权 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查 越发严格 关瑶说 美国已经查出了很多签证欺诈 比方说隐瞒军方背景的敏感身份 以普通留学生的身份 去美国混入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 一些可能是带着任务来的 然后窃取美国的技术 窃取知识产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北京访问 先后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外长王毅来会谈 外界普遍认为 此举显示两国关系进一步靠拢 与此同时靠近中俄边境的俄罗斯城市 哈巴罗夫斯克却传出了核泄漏的传闻 外界关注这一起事件是否会对中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拉夫罗夫这次访华 发生在普京上个月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之后 而拉夫罗夫这次的出访也被俄罗斯当局证实为普京访华的筹备步骤 中国外交部9号分别发布了 习近平跟王毅与拉夫罗夫会面的消息 新闻稿当中提到 习近平对拉夫罗夫强调 中方愿加强跟俄方在金专国家 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战略协作 团结全球南方的国家 有力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报导当中提到 这是六年来 拉夫罗夫头一次得以会见习近平 上一次是在2018年普京访华前几个礼拜的时间 当时习近平会见了来放的拉夫罗夫 但是这一次拉夫罗夫访华相比六年前 中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改变 乌尔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 站到了俄罗斯的对立面 但是拉夫罗夫的访问还未结束 海内外的媒体跟社媒上面就传出了一则中俄边境发生核泄漏的消息 这则消息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有路透社发布 路透社在4月5号的报导当中提到 俄罗斯塔斯社当天披露 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发现的放射源 并且宣布了紧急状态令 另外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导 俄罗斯另有媒体披露 该市市民在一个金属库附近发现辐射水准上升 有志愿者在此处探测 得知辐射峰值为800系沃特 是正常值0.5的1600倍 当地政府在6号封锁了一个面积900平方米的区域 印度时报则报导说 当地一个男孩最早在3月28号就上报了辐射水准上升的问题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哈巴罗夫斯克紧邻中二边境 位于乌苏里江跟黑龙江交汇处 与他最近的中国城市是黑龙江上游的线级城市福远市 两地的航道距离仅近只有65公里 根据中国明镇部网站的资讯显示 福远市居住着8万人口 面积为6000平方公里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哈巴罗夫斯克当地政府9号表示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而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 则在当天发布公告说 哈巴罗夫斯克市长签署命令 宣布自10号起 解除因为发现放射性污染源 而在该市举地实施的紧急状态 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英文媒体在4月5号就已经披露上述的消息 但是中文媒体当中 除了参考消息 当天有一篇对路透社的翻译稿 以及地方媒体顶端新闻 在4月8号有一篇报道之外 其余的中国媒体到了9号才开始转载相关的新闻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 似乎也对中国媒体的这样反应不满 他在微博发帖说 遇到这种事情 边境这边的中国当地媒体应该要发生 及时跟进报道 越是详细透明 这边的人还有网民们越不会猜东猜西 个别人想要搞舆情也会更难 另一方面 中国网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相当的激烈 有网民在微博相关帖子下跟帖指问说 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报道 另外也有人说 这可是在中国的边境地区 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希望不要选择性的忽视 另外还有人联想到去年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事情 揶揄说 日本的辐射有害 俄罗斯的辐射没有害 去年9月 日本将辅到第一核电站 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排入海洋 相关的事件曾经在中国媒体上被广泛的报道 中国政府官媒跟社媒上面 都大量的使用核污染水 来定义日本排放的处理废水 并且在中国民众当中 引发了不小的恐慌跟愤怒 当时外界有不少人认为 这种状况表明了 中国正利用其控制的媒体跟社交媒体 来煽动对日本的怀疑情绪 借此来助长对与日本结盟西方的不满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支持 新闻台